高鐵列車上個月在石崗車庫出軌 港鐵完成調查,認為是路軌的設計顧問 逮捕了列車進入彎位時後,產生的橫向壓力所致 港鐵只會根據合約跟進,但不認為是顧問設計出錯 林嘉誠報導 高鐵石崗車廠一共有4條維修路軌 都是用公字鐵承托,有3條是直的 唯獨4號路軌有一段6.6米長的軌道是彎位 港鐵的調查報告說,列車駛過這個彎位 車速雖然很慢,最多得時速8公里 但都會產生橫向壓力 久而久之令承托路軌的公字鐵和結構裝置輕微變形 令路軌距離闊了,導致列車尾卡4個車輪出軌2至3吋 不過顧問在設計時,沒有計算到彎位的特殊壓力 因為他根據過往的經驗,維修軌道裏面所承受的橫向壓力是很輕微的 所以假設裏面,這個設計裏面,四條的維修軌道都同一個設計 但是正正因為4號的維修軌道裏面是有一個小彎位 而產生了一個額外的橫向力 這個我們都會跟我們設計的顧問裏面 會根據我們的相互合約安排,會跟進裏面的工作 據了解涉及的是澳雅納工程顧問 港鐵未有用出錯去形容事件 亦沒有交代,跟進工作 包不包括任何懲罰 或者不再讓這間顧問參與其他工程 李勝基沒有回應,高鐵主線的行車路軌 是否同一間顧問公司負責設計 強調主線路軌,跟車廠不同 是很穩陣地釘在石屎結構上 試車期間亦沒有同類問題 港鐵說會在4號維修軌道 用運營土做基礎,取代工智鐵結構 強化彎位的承托 有線電視記者,林家晴報導 而且是在4號維修軌道 感谢观看